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欢迎收看我们阔别一久的美洲360 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报报 上一个礼拜的重点新闻 第一个新闻 当然是要讲最近一直出现 然后大家都在等待它正式出现的车 那就是 Proton X50 了 这辆国产 SUV 官方已经确认它的 spec 包括它拥有两种不同的引擎 分别是有钢内子喷和没有钢内子喷 并搭配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关于这一点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之前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 讲到 X50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实车 摸到实车 甚至 Ivan 都已经下海 不是 下场测试这一台车 也进行了一场争议性蛮大的一个加速测试啦 想要知道它的表现如何 大家同样的可以点击上方这个小白点 本来啦 这辆车是会来一个正式的发表会的 但是哪里知道突然间来一个 CMCO 所以又再度展颜 而 Proton 如今就官方宣布 X50 即将在 27 号 也就是明天来一个 Virtual Launch 算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啦 相信 到时大家最期待的这个价钱 就会正式公布出来 大家就敬请期待 而我们也会在到时呢 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这个消息 所以大家就敬请留守我们 Automagic 的网站 还有这一个 YouTube Channel 啦 第二则的新闻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 surprise啦 因为这个 BMW Malaysia 它的动作有一点大 它在上个星期发表了 G24 代的 BMW 330 以及 M Performance 旗下的 BMW M340i 重点是 这两款车都是 CKD 这也意味着这个 M340i 是我国首款在本地装配的 M Performance Model 玩玩难以为 M340i 是目前 3 Series G24 代里面最强的成员 它搭载的是代号 B58 的 3.0L 直列六缸涡轮 这辆引擎是一个双涡流的涡轮啦 最大马力达到了 382hp 峰值能力高达 500Nm 并搭配 8速的 Steptronic Sport 自排变速箱 这具变速箱 是支援 Launch Control 弹射起步的 然后就和车名所说的啦 它其实是有这个 X-Drive 的全驱系统 并且是比较偏向后驱的设定 而且还有 N Sport 的这个 电子控制可变锁定的后叉速器 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这个扭力分配 带来一个更精准更好玩的一个操控表现啦 还有就是我国的这个 M340i 将会标配 M Sport 的排气系统 在这个 Sport 和 Sport Plus 的模式下 会有不同的叫声 不是 I mean 排气声浪 急速则是被限制在 250kmh 而至于在 Spec 方面 首先我国的这个 M340i 是有标配 M Sport 的刹车系统的 前面大肆活塞 后面单刻活塞的一个设定 同时也被有这个电子悬吊 而在外观方面呢 它则是采用这个 M Aero Dynamics 的套件 水箱护罩是独特的这个风潮式设计 然后所有的四条都和 M850i 一样 采用这个被称为 Cerium Grey 的雾影色啦 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 并搭配19寸的 M Sport 运动轮圈 啊 对 M340i 还有这个 照射范围更广的 Laserlight 头灯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还是这回我国的这个 M340i X-Drive 它就导入了这个 先进主动式的安全配备 功能方面就拥有像是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切换警示 后方合向来车警示 以及后方碰撞预警等等 功能性上来讲算是不错啦 OK啦 那由于是 CKD 的关系啦 因此这个 M340i 在我国的售价 是一个 42万2800 而在豁免了这个 SST 过后呢 你在今天买的价格只需要 40万2354令吉 我是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有竞争力啦 就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除了 M340i 以外啦 BMW Malaysia 这回也带入了这个 我刚才提到的 330i 也就是这个 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的 三系列 同样的它的 SPAC 也是相当的有诚意 包括拥有这个和 M340i 一样的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而在动力部分呢 它的这个最大马力最高可以去到 292PS 这也让它0-100的加速啊 只需要 5.9秒也是相当的厉害哦 重点是它的这个价格 在豁免了 SST 以后啦 只需要 264,613令吉 比这个 330i 还便宜到2万块哦 买吗老板们 嗯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辆 有一点厉害 它就是传说中全球首款 Mega GT 那就是 Kernisek Gamera了 这款全球限量300辆的 4人座GD跑车啊 日前就在这个泰国正式登场 而且是 实车先生的那一种哦 Oh my god car Gramera是Kernisek 首款4人座的超跑啦 那比较特别的是 它还是采用这个双门的设计 而且是Kernisek 招牌的 CAT Set 旋转式剪刀门 非常的酷哦 就是这样子打开过它就这样子 而且这也意味着这个门一打开啦 就4个人都同时可以坐进去的样子啦 而为了能够舒服的容纳4个人啊 这台车的这个轴距就达到了3米 而且原厂也宣称 每个座位都能够舒服的容纳 身高达到2.02米的这个乘客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装啊 是充满了科技感 除了Meter 还有这个主机都是Screen以外啦 就连Side mirror 它都是以这个摄像头 还有显示器来取代 不过 重点还是在它的动力部分 它搭载了这个被称为Tiny Friendly Giant的 2.0 三缸 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它还拥有这个三具一共 马力达到这个1100hp的电动马达 作为动力辅助啦 在这样的这个组合之下呢 也让它的这个综合马力达到了1700hp 哇非常的疯狂 峰值扭力的 3500Nm 哇 0-100hp加速 只需要短短的1.9秒 哇靠 那0-200hp加速也只是要4.9秒 哇这个 简直是非常变态的一个等级了 那还有点比较特别的是 这一具引擎啊 是采用了这个Kernisex自家的 FreeValve技术 在这个技术之下呢 这具引擎是没有 Camshaft的 也就是说没有突轮轴 所以也就不需要皮带结构 在简化这个引擎构造的同时 也大幅缩小引擎的体积和重量 重心也变得更加低 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气门还可以独立操作 让原厂能够透过这个ECU 自行控制每个进气 还有排气的气门 甚至是可以将整个气缸关闭 这一点算是Kernisex的一个黑科技啦 其实这个Kernisex Camara 在泰国是 被这个 官方代理所引入的 在当地的售价是11万泰铢啦 算到来 大概是马币1500万这样子啦 重点是在泰国你竟然可以买到官方 而且还是限量版的这个Kernisex 我突然间有点羡慕这个泰国人 虽然我是买不起啦 最近老是听到X50 X50的 相信大家听到都有一点 咳咳的啦 至于隔壁家的这个SUV呢 就好像完全没有消息这样 不过 最近我们的这个邻国印尼那边 就有人捕获到 我们Perdua D55L的软身车款 也就是Toyota Rise 在当地进行道路测试 相信这一款车是即将来到了东南亚市场啦 那在这里我们也为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这个Toyota Rise 是Dihasu最新开发的一款 小型SUV 除了Rise EV外 还有这个Dihasu Rocky 以及我们的这个Perdua SUV 也就是传说中的D55L啦 它们是三包胎来的 它是基于Dihasu最新的这个DNGA模组化平台 打造而成 并搭载同样是这个品牌最新的 代号1KRVET的1.0L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98PS 风车牛里则是140Nm 并搭配最新的这个DCVT无段速变速箱 而根据早前的消息呢 我国的这个Perdua D55L 也是会采用这个动力组合 成为Perdua首款Turbo车 还有一点可能你不知道的是 这款车其实Perdua是有份 参与协助开发的 Perdua的CEO在之前 就曾经亲口告诉我们说 他们有派出一组团队 去到日本 帮助Dihasu开发这款车 所以严格上来讲啦 它在身份上其实是拥有一定的这个马来西亚血统 而我们其实也收到消息 这个全新的D55L 将会在明年的年初正式发表 并且将备有三种车型 分别是 G X 以及AV 而且这款新车它将会搭载更加先进的 Smart Assist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并拥有这个主动式的定速巡航功能 其实我在去年在这个东京车展就已经看到这台实车啦 当时是这个Dihasu Rokki 但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的内部空间表现很宽敞 然后在尾箱空间方面也是相当的出色 加上在这个中控台上啦 它还有这个Digitometer 悬浮式的Touchscreen的主机 整体看起来是相当的 具有科技化的感觉 我是觉得如果照搬过来到我国市场的话 这台车应该会蛮好卖的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车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最后一个新闻叻 就是这个Honda Vazel 了 也就是我国这里的Honda HR-V 这款精品SUV 在市场上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啦 而日本那边的汽车媒体就传了消息说 新一代的这个Vazel 将会在明年登场 而且可能在4月5号就会正式发表的 那在外观上呢 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 新一代的这个Vazel 将会采用更为运动化的一个造型 要走这个Coupet SUV 的路线 而我们从这个叠照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新车的确 它的这个车顶的线条是比较低矮的 而且还更加的6倍啦 就是后面这边是比较倾斜的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Sporty 就不知道内部的这个空间表现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啦 从这个Honda 一向来最擅长 空间最大化的这个实力看来 相信这台车的这个 内部空间表现依旧 会是相当的不错的 至于在动力的部分呢 据了解啦 这个新一代的Vazel 将会 备有 1.5L 的缸内直喷 自然进气引擎 1.5L 的 VTEC Turbo 引擎 以及 1.5L 的 EHEV 混合动力引擎 其中这个EHEV 也正是我国的 CDRS 身上所搭载的同一个动力系统 而且据说这个Vazel 还将会具有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技术 在这方面呢 这个安全性上会比 现行款的HRV 还要更加的丰富 那这个新一代的HRV 也就是Vazel 啦 一旦面试之后呢 我相信它最直接的这个竞争对手 将会是Toyota Corolla Cross 这个Corolla Cross 目前是已经在泰国 台湾还有菲律宾这些市场面试了 而且 销量方面是相当的出色 那相信这个大改款的 HRV 啦 也就是Vazel 啦 在面试之后呢 如果是照着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规格推出的话 相信会对这个Corolla Cross 造成一定的威胁 我相信呢 到时啦 这两款车将会有一场 相当厉害的一个应战 我个人是蛮期待的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回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个新闻回顾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我刚才所说的这五款车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 踊跃的发言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